大家好,我是青木 有不少朋友收到新买回来的Doro 不知道要多少天浇水 有一些卖家会跟我们说 你放个几天再浇水 这个问题有很多个人问我 我解释起来太麻烦了 干脆我拍一期这个视频吧 卖家之所以跟我们说 买回来放个两三天 或者放个多少天以后再浇水 这其实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因为我们网购在网上买回来的Doro 加上这个快递运输过来 那个包装不是太透风 不是太透气 所以这个过程有可能会把Doro给污着 如果说根部或者说是主干的地方 污出了一些水有点腐烂了 再或者说那些根部有一些伤口 我们就没有及时处理的 尤其在运输过程中 还有卖家那边他包装的时候 有可能把那个根系弄坏 加上包裹这么一闷 他那个根不是那么快结巴 这些情况虽然少 但他也有可能存在 我们买回来以后把它打开了 让他晾个两三天再种 或者说我们种上以后是干土上盆的 过个两三天以后再浇水 这种情况他有个两天时间 他那个伤口伤疤也接的差不多了 你这会再浇水吗 会相对安全一些 如果说我们收到的这些多肉 收到回来检查了也没什么问题 你直接浇水也可以 这个是没问题的 说来说去其实还是看情况而定 大概就是这两种情况 接下来是季节的问题 尤其现在是夏季 因为夏季比较闷热 这种天气浇水 如果我们那里的温度不是很低 或者我们那里的通风不是很好 最好不要浇透 浇透了 太阳这么一照 温度一烤过来 土很热的 散发那种热气 很容易把这些新收到的多肉 根给闷坏 很容易黑斧化水 还有一种我忘记说了 那个是砍头苗的问题 有些人买的是砍头苗 不是那种带根的苗 由于现在这个季节温度太高太高了 我们可以等到那种砍头苗 它那个根有点发芽的时候 就穿那种白色的须 气根 那个时候再种下去 浇一些水 这个时候是比较安全的 如果我们收到的这些砍头苗 仅仅是因为结巴了 我们种下去 然后就给它灌水 这种情况 它出现黑斧化水的几率会高一些 不过也要分品种 有些品种比较皮实的 你怎么浇水也无所谓 砍头苗 在其他季节是无所谓的 主要就是夏季 针对这个高温期间 这种时候比较安全一些的是 可以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等它自己发根了 串虚了 那个时候再种下去 或者我们丢到干土里面 不浇水也行 除了砍头苗 接下来就是叶叉苗 看看我这个盘里面的这些叶叉苗 这些叶叉苗我丢了很长时间了 等它这个芽彻底发出来以后再种下去 我今天也准备把它种下去 由于温度太高了 像这种叶叉苗 如果埋在土里边 或者放在土表面经常浇水 给它保持湿度 如果通风那里又不是很好 温度一高一闷热 它也很容易闷化水 不过这倒无所谓了 反正这些叶子也不值钱 你随便怎么弄吧 今天要给这一棵最美人换一个盆 这棵最美人是以前商家送的 还是一块钱拼单臭的呀 这个盆太小了 我也不怎么浇水 所以它长得比较慢 夏季换盆是不建议大家换的 一般的品种倒还无所谓 特别那些大扑货 本身品种就很皮实的 夏季它也能正常生长的那类 你换吧也无所谓 有一些品种比较娇贵的 或者是一些休眠比较深的品种 那种最好是不要换盆了 换盆很容易就换死了 硬要换盆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土全部给带出来 那个根裹着土整个给它种下去 不要把那些土给包掉 换盆以后最好是过个几天再浇水 因为我们换盆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这个根系有没有把它损坏 如果把根系给弄坏了 加上这个水一浇下去 水加上高温这么一搅和 很容易让它那个坏掉的根 那个根部开始腐烂 如果真的出现腐烂的话 它有可能会沿着根部 往上慢慢开始一路浮上去 有时候我们在网上逛视频 逛直播间 最后还是忍不住想买多肉 特别是我们看了别人种的时候 又解说了一下 自己更想买多肉了 实际吧 有些多肉也是可以买的 这回就要分品种了 因为一些多肉 它夏季休眠不是很深 尤其是那些大扑货 比如那些紫乐 东美人 农月鸡农月这一大类的 什么秋莉啊 黄莉啊 等等这些 就像我前面那些视频 推荐了十几款 还是二十几款 那些比较好养 夏季休眠不明显的多肉 那些多肉 大家买是可以买的 包括还有一些 我没介绍过的一些多肉 还有一些比较好养的多肉 我自己也忘记介绍了 或者说是我自己没有养过 所以就没有说嘛 凡是那些比较皮实好养的 夏季休眠不是很深的 那种你忍不住想买就买吧 反正也无所谓 像我家里这边实在是没地方放了 所以我也不打算再买了 等以后我这边 如果说能弹出空间 或者把楼顶改造一下 有地方了 我再买多肉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再见